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中国公布的一条足以震动整个航空界的消息 由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团队 研发的十几倍音速的高超音速喷气发动机 在风动中模拟九倍音速的飞行速度 使发动机的推力 燃油效率和稳定性都得到了验证 研发人员说 其意义不亚于人类首次 驾飞机升空 要说起这次的研发 报道还说是受到了美国论文的启发 中国的研究人员说 他们制造出飞行速度高达16马赫的飞机发动机 这种被称为战力式斜爆轰冲压发动机的发动机 能给商业飞机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该发动机利用了高超声速燃烧过程中的爆轰效应 实现高超音速的推进 能够达到音速的16倍 每秒能够飞行5.44公里 如果属实 安装这种高超音速发动机的飞机 能够在起飞后两小时内到达世界任何地方 研究人员期望凭借这种发动机 实现重复使用 而且能够越大气层飞行的飞机 从机场跑到水平起飞 然后加速进入地球轨道 再返回大气层 最后在机场降落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发动机 靠什么神奇的力量能够达到如此马力呢 就是上文所提到的爆轰原理 但是其实这个爆轰原理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技术 现如今的每台汽油发动机中都在运用 但是难就难在 在现如今的技术层面 高超音速飞行的状态下的发动机强度 燃料效率和稳定性都达到了瓶颈 无法突破 而中科院研究的战力式斜爆红冲压发动机 则解决了这个问题 中科院力学所的江宗林和他的团队经过研究 认为目前的超燃冲压发动机存在设计缺陷 他们发现超燃冲压发动机达到7马赫 或更高速的时候 几乎不能产生更多推力 而且燃料消耗过高 超出商业运营能忍受的成本限度 所以他们决定另辟蹊径 开始在美国宇航局1980年发表的一个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研究 按照论文描述 他们研发的战力式斜爆红冲压发动机的设计简单 没有可移动的部件 由进气口 氢燃料喷射器和燃烧室等三部分组成 新设计避免了超燃冲压发动机 高速飞行时产生的爆波 导致发动机燃烧熄灭的问题 而是让爆波进入燃烧室点爆燃料 保持燃烧不间断 所以在实验测试中 新型发动机在风洞中模拟9倍音速的飞行速度 使发动机的推力 燃油效率和稳定性都得到了验证 目前喷气日发动机 涡扇和涡奖发动机 普遍用于大气层中压音速的各种商业飞行 而冲压发动机经过发展演变成为超燃冲压发动机 能够达到15倍音速的高速 但高速产生的音爆和燃烧对发动机强度形成考验 超燃冲压发动机很难实现其设计潜力 更别说运用到商业飞行领域 那这款由中国研发的战力式斜爆红冲压发动机 距离实现商业飞行还有多远呢 中国的研究人员认为这种战力式斜爆红冲压发动机 首次为高超音速飞行带来了真正的希望 更进一步向实现全球旅行和太空旅行迈进 但是也有不少国外的专家表示道远且尖 许多英文报道都引用了以色列导弹防卫机构负责人 高超音速导弹专家鲁宾博士的评论 他认为中国的新型高超音速发动机设计 仍然属于试验性 其优势尚待确定 他认为即使这种设计很有前途 也要经过一代人的努力才能进入商业应用 美国已经研发出高超音速性能 优于普通喷气发动机的高超音速无人机 美国在超燃冲压发动机研发领域 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但报道说美国的有关研发 也遇到了推力不足 燃烧不稳定等技术瓶颈 从2010年到2013年 美国多次实验波音公司制造的 X-51乘波者 高超音速无人机 按照美国航空周刊与空间技术杂志报道 X-51乘波者 在2013年的实验中 以5.1马赫的速度 飞行直至燃油耗尽 持续飞行时间达到210秒 由此可见 任何科技领域的研究 走出实验室到应用层面 都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希望中科院的这些科学家们 再接再厉 早日让全世界人 都享受到这种 急速飞行下的便利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